纵观天下妙事 横贯古今奇闻 欢迎来到古时那些事 我是主播小可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陈咬金是我们所熟知的武将 在演绎中他号称混世魔王 凭借着自己的三板斧 陈咬金大变天下 由于他有福又有智慧 因此从隋唐演绎 薛仁贵争东 一直到薛刚返唐 陈咬金一直都是线索性人物 在真实的历史中 陈咬金一般被称作 城之劫 与小说不同 陈咬金并不是厮严贩子 而是生于东厄的一个官宦世家 由于陈咬金的后夫人 是清和崔氏之女 也足以见得她的出身 绝非寒门 随莫大乱 陈咬金先是跟随了瓦刚的李密 并称为瓦刚军的主将 其后 李密被王世冲击败 陈咬金被迫投降 然而 陈咬金不耻王世冲为人 于是与秦琼 牛静达等人一同投靠了唐朝 在战斗中 陈咬金的武艺丝毫不下于秦琼 与演义不同 陈咬金的武器并不是大斧 而是长枪 在战场上 陈咬金一般与秦琼一同出阵 从来都所向披靡 之后 陈咬金进入秦王府 随李世冰作战 之后 陈咬金在攻打王世冲 刘黑榻的战斗中履历其功 因此 他也成为李世冰最信任的将领之一 天下一同后 李世冰与李建成 因太子的问题产生了激烈冲突 为了削弱李世冰的力量 李建成决定先铲除他的左膀右臂 一开始李建成决定重金收买陈咬金 却被言辞拒绝 李建成见收买不成 于是向李渊告状 将陈咬金贬到康州当刺史 临行前 陈咬金忧心忡忡的对李世冰说 大王公骨 羽翼尽矣 身何能久 知节已死不去 愿早绝迹 随着陈咬金的表态 李世冰正式将他纳为自己的亲信 而陈咬金也由骨干成员 正式成为秦王府的死士 之后 李世冰在长孙无忌 侯军吉 陈咬金等人的支持之下 发动了玄武门之变 在史书中 并没有陈咬金参与这次政变的记载 但在1986年 学者们发掘了陈咬金的墓地 并发现了他的墓志明 而这个墓志明中提到 九年夏末 二兄作乱 太宗受赵 宣伐尽忠 宫任妾爪牙 孝勤心旅 侍宁之后 搬呼大赖 赏捐六千匹 骏马二匹 并金装暗配 集金胡平 金刀 金丸等物 加上驻国 受东宫左卫帅 寻拜又五位大将军 从这段记载来看 陈咬金确实参加了玄武门之变 还立下了不少功劳 正是因为如此 李世民与陈咬金成为了过命的兄弟 关系更加亲密了 正是因为如此 李世民在临终前 才会教给他一个极端隐秘 并事关大唐帝国后续发展的任务 原来 李世民到了晚年 逐渐发现 自己正面临着严重的继承人问题 李世民的敌长子 李承前 相当不成器 他最大的爱好 就是模仿突厥人 甚至狂言自己当了天子后 要做突厥王子 阿什纳斯摩的臣子 后来 李承前因为屡次受到李世民的斥责 险些发动叛乱 最终李世民将李承前 免为庶人 除了李承前外 李世民最看重的 就是魏王李太 然而李太非常残忍 不顾念手足之情 甚至扬言要杀掉流放于房陵的李承前 因此 李世民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 只好将太子之位授予人后的理智 然而李之性格太过温和 李世民认为他不像自己 害怕他担不起皇帝的职责 因此 他又有心将皇位传给鹦鹉过人的吴王李克 最后在长孙无忌的一再劝说下 李治才抱住了太子之位 贞观23年4月1日 李世民生了重病 于是到翠威宫休养 5月18日 太宗病情加重 而李治则服侍在左右 丝毫不敢懈怠 他累日不时 甚至连头发都白了 看到儿子如此孝顺 李世民感动地说 辱能孝爱如此 无死和恨 两天后 李世民病入膏肓 于是他将长孙无忌 朱岁良叫到身前 并托付后始 朕今夕以后 是负功倍 太子仁孝功倍所知 善福道之 然而史料没有记载的是 在长孙无忌等人退出后 李世民将陈耀金 叫到身前 并托付他一个重要任务 而在陈耀金木制名中 道出了这个 我们所未能知晓的秘密任务 自翠辉公 凤翅统飞济 从今上先还 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李世民死后 理智所面临的环境 仍是危机四伏的 这是因为李世并不在长安 如果有皇子提前知晓 李世民去世的消息 并犯上作乱 到时候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根据史书记载 李世民去世时 李治 好痛将决 哀嚎不已 而老谋深算的长孙无忌 则果断地说 主上以宗庙设计 府殿下 岂得笑匹夫为哭泣乎 于是他们密不发丧 根据史料记载 在5月27日 太子先还 飞济进兵 及旧将皆从 而在木制名中 陈耀金乃是这些飞济 进兵的执掌者 由此可见 李世民对于陈耀金 确实是推心致富的信任 而陈耀金 也很好地完成了 保护理智的任务 在关键位置的选择上 必须任人为亲 否则 哪有什么大唐的 二百多年江山 我们再来说下 李世民的军事成就 唐朝建立以后 李世民以公 被拜为尚书令 又武侯大将军 进封秦王 唐朝建立以后 为统一全国 先后进行了 六次大的战役 这六个战役 李世民就指挥了四个 全部取得了胜利 为唐王朝 立下了赫赫战功 第一次是对 隆佑薛举父子 集团的战役 唐武德元年 薛举率军进攻关中 双方在县陕西 常武县发生激战 在这里 李世民打了他一生中 唯一的一次大败仗 退回长安 但不久 他便在潜水源之战 彻底打败薛军 消灭了隆东集团 第二次 刘武州一复突厥 南下进攻唐朝 攻占了靖阳 李世民不畏艰险 终于击溃了敌人主力 并乘胜追击 两天不吃饭 三天不卸甲 彻底消灭了敌军 收复了丢失的土地 第三次是对王世冲和窦建德的战役 这次战役规模为唐统一战争中最大的 在这次战役中 李世民先将王世冲击败 围困在洛阳 令其无粮草供应 带其自帝 就在洛阳江夏卫夏之时 河北的窦建德军十余万众 号称三十万为救援王世冲突然出现在唐军背后 李世民礼牌众议 在虎牢之战中大败窦建德军 深情窦建德 洛阳的王世冲也只得投降 这次李世民一举两克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第四次是平定刘黑榻的战役 刘黑榻是窦建德的部下 他打着为窦建德复仇的旗号 在河北起兵反唐 李世民指挥了平定其第一次起兵的战役 仅仅两个月就取得了胜利 李世民自此威望日龙 尤其是在虎牢之战后进入长安时 受到部分军民以皇帝的礼仪招待 武德四年冬十月 封为天策上将领司徒 辖东道大行台上书令 十亿增至两万户 高祖右下召特许天策府自治官署 俨然形成一个小战府机构 李世民在战斗中注重战前侦察 虽屡次遇险 但每次战斗都能做到知己知彼 善于制造战机 当敌强我弱时 他经常用尖臂错锐的战法拖垮敌人 战斗中身心士卒 亲自率领骑兵突击敌阵 胜利后永追穷寇 不给敌人喘息之机 因此获得了每次战役的胜利 在统一边疆的战争中 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名誉之将选拔良才 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李世民用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为大唐帝国的建立和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 他的赫赫武功也永垂轻石 Far Please 这